今天上午球迷们期待已久的NBA巨星麦克格雷迪抵达青岛 在机场卖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几百名球迷来到机场欢迎他的到来 青岛流停机场的这个清晨和以往有些不同 本该平静的阶级大厅内聚集了几百名卖地球迷 也许是等待的时间有点长 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就会点燃起球迷们的激情 去年来中国的篮球职业联赛也迎来过不少大盘 但是今天来的这一位还是有所不同 两届NBA得分王 七届NBA全明星 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大盘 专门从厦门对对昨天晚上的飞机 就是为了来看门对对对对 还是一种什么动力驱使您做出这件事 因为我太喜欢它了 看到整个影响力都会提升一个档次 然后我觉得它会给这个城市带来很多东西 让这个城市变得与众不同 我做梦都没想到因为我最崇拜的一个人 竟然可以来到我居住的这个城市 时间接近九点 机场的球迷也是越许越多 他们有人是从猛龙时代开始关注卖地 也有人从魔术时代开始看卖地 但更多的球迷是为了火箭时代 姚妹的情节而来 所以纵然麦地如今的状态不在 他们依旧会为这份感情摇起呐喊 你有没有想到麦迪来了以后 可能他的视频和原来差距的比较大 我觉得他竞技状态还可以吧 他其实还可以打NBA 但是就是NBA老板不识货 然后Business is business 然后他来打CBA没问题 单场五六十分吧 他来了 但是场均能拿到多少分 二十三十分 三十来分应该没问题 假如他要是打不出 你想要求水平你会失望吗 看到他打球就很兴奋 黑墨镜蓝色帽衫 一身休闲打扮的麦迪一走进飞机 就让娇琪等待的记者感到了大牌的魅力 机场的工作人员也禁不住西野 不断上前索要亲民和合影 而麦迪丝毫没有长途旅行的疲惫 不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 只是对于记者的提问一概不予离散 直到办理听解手续时 才主动拿过话筒 向青岛的球迷打招呼 终于麦迪从机场走了出来 球迷们之前积压的情绪迅速达到顶峰 之前有安保人员设置好的尾档 也瞬间被球迷们挤下 麦迪几乎是被球迷拥着走出机场的 很多没有看到麦迪的球迷 干脆围起了同麦迪一起到来的体能训练师 您刚才看见麦迪了吗 看了一直熟了 看了一直熟了 刚才很遗憾没见上面 刚才就是准备去找桃馆去 买上一张套票 然后进克农的出场 然后希望麦迪几乎是 多来能多看好几 麦迪乘坐的劳斯莱斯已经远去 但是这里的球迷仍然是久久不愿意离去 麦迪在中国能够打出什么样成绩 当然还不得而知 但是他来华的巨大效应已经显现了出来 这样巨大的影响力 让青岛双清俱乐部和青岛都有些猝不及防 由于大量球迷和媒体聚集在机场 为了安全考虑 俱乐部取消了记者和球迷的见面会 麦迪只是与俱乐部官员寒暄了几句 就离开了机场赶往酒店 在酒店 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为麦迪安排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欢迎仪式 心情大好的麦迪对于记者的提问也不再抵触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